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次雅記畫廊所搬遷到的新空間 它的空間的特色呢 就是它有一個非常非常挑高 大概是八米、九米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我覺得它是一個更具有可能性 更多元、更有創新感的一個空間 自2018年雅記畫廊開業以來 我相信我們在這方面的成績是大家有目共睹 那到了新空間以後 我們也會繼續在不同的平面 包括線上的、包括不同領域的合作 來繼續開展我們對於價值的重新挖掘 以重新定義 我們面對的是接下來三五十年以後 會成為所謂 我們會界定這個藝術市場裡面很久價值的 年輕的觀眾以及年輕的客戶 我們也希望我們以這樣子超前的姿態 跟他們一起成長 《物幻》這個展覽是關於90年代的展覽 關於日本的當代藝術 如果我們去看藝術市場的價值 其實有兩種價值不停地在起伏 一種是很久的價值 一種是重新被定義的價值 所謂的很久的價值就是在發生的當下 就會被大家所認可的主流 那另外一種重新定義的價值 就是在多年以後 大家回去看那段歷史的時候 重新思索 重新發現的一個新的價值 在這個所謂的很久的價值 就是90年代的春上樓奈良美智 它們是一個在當下就被西方所肯定的一個價值 但是我們這個展覽《物幻》 可能就是更關於那個年代的時候 重新被定義的價值 也就是30年後的今天 我們重新去看哪些藝術家 其實在當時具有非常高的高度已經開創性 《物幻》這個展覽還有另外一層意義 它是我們今年3月在關渡美術館所做的挑釁世界 對中興主義的反抗之後的一個延續 因為我們想要再重新定義90年代的時候 還是必須溯源看它們當時 從物派或是從中平卓馬這樣的藝術家 所延伸下來的一個思考脈絡 那在這個展覽期中 我們帶來了兩位藝術家 在90年代的時候的創作 一個是金木智雄物派的代表藝術家 另外一位就是中平卓馬 那它在90年代末期的時候 我們將它自己本身的攝影理論 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彩色攝影的形態 那它這一件作品就是2011年發表的 《物幻》這個大的攝影裝置 本身也是我們這次展覽的這個名字的來源 高光次郎這位藝術家有一點特別 它其實在日本的藝術史當中 一直有不斷地反覆的一個角色 它其實在年輕的時候已經非常的火紅 那尤其是我們這次展出的影繪畫的系列 是它在196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創作 而且那個時候就已經被認可了 它一直創作到1998年左右 是它藝術生涯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繪畫系列 它所追求的是在一個二維的平面空間裡面 去闡視所唯有在三度空間裡面才可能呈現的影子 那尤其它透過這個物理的一個現實 跟畫部的現實 以及在言語上的這些秘論 之間所產生的這些辯論 還有關於空 關於無的這個表現 其實包括從物派的李宇煥 堅目志雄 一直到他接著到了公道達南 都是一連串的貫穿下來的 其實公道達南是某種程度也是一個 被重新定義的藝術家 因為它的多媒體裝置 或者說電子裝置 機械裝置 還來講可能是陽明國際 但是非常少人知道它一開始的時候 做的其實是行為藝術 因此其實在我們這次展場裡面 也有它的類似雕塑的互動型的作品 其實更像是它從這個機械的回歸到它原本的狀態 就是一個行為 一個互動 我做這兩個展覽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心得 就是不管是從宏觀地看日本的歷史 或是更微觀地去看一些個人 藝術家的藝術史的發展 他們其實在所謂的主流 創造出來的主流 跟後來反抗主流的這個雅流之間 是有不斷地在翻轉的過程 雅界畫廊一直把自己認定是 是一個深耕在台灣的國際畫廊 但是這個國際性並不是代表說 我們一定要去出國參加 國際型的大型展會 而是它本身所提供的專業度 內容以及藝術家的價值 是可以跟西方所並駕齊驅的 在這兒",... 我們要去年級別的街景 最後一次,你還是要去年級別的一集 我也要去年級別的風景 我們也要去年級別的發展